金代表 過去的潛力 因為祝英代表林俊毅 還有祝德代表謝志偉 都是一樣 還沒有復任前 就先到我們委員會來報告 所以我想 我們希望依照潛力 讓我們金代表來報告之後 能夠全心全意赴美 所以我也認為 這個時機點不是大 可是這個時機點是誰訂的 是政黨協商 府院黨一起訂的 哇 這個問題 我相信剛剛有幾位委員說 這個時機點 我要跟所有的委員講一下 這個時機點是府院黨訂的 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陳婷菲訂的 所以金代表 你認為說11月26號 來我們委員會報告 跟現在12月26號 來我們委員會報告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12月26號來報告 對我來講 比較能夠跟委員做一些 比較實質內容 雖然時間在我來看 希望能夠更長一點 但是我去了以後 也為了要準備 12月26號的報告 我特別加緊腳步 更深入的選擇 所以你認為這份報告 你認為是你有看過的 也是你認同的 這份報告 你是打100分的 是這樣子嗎 我認為這個 是打 是這樣子嗎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報告 不可能的事 報告不可能100分 那幾分 你為這份報告打幾分 你為這份報告 這個我一向不太打分數 一向不太打分數 我覺得這個報告是 我們代表是跟我自己 這個大家 好 你希望能夠提出一個 不錯的報告 如果依照我過去 對於金代表在 整個黨政事務的那一種 撒起 在處理黨政事務的撒起 我認為這份報告 是不及格的 為什麼不及格 第一點 光我們談到TIFA的問題 我知道 金代表跟我們馬總統 關係匪淺 非常的要好 對應該馬英九總統 對於TIFA的談話 應該金代表非常了解 當時候 馬英九總統 對於TIFA說 如果美牛通過的話 就可以馬上恢復協商 而且可以在年底付談 對不對 這是馬英九總統的談話 可是 我們看了這份報告 如果依照 馬總統的時間表 這份報告裡面應該是說 我們有絕對的信心 年底可以付談 但是沒辦法 離年底才幾天而已嘛 對不對 才幾天而已 所以你們不敢這樣寫 結果裡面怎麼寫 你說 對於TIFA的會談 相信近期內 應該會有正面的進展 你的撒毀在哪裡 你在處理黨政事務的撒毀在哪裡 可以回答嗎 委員 來 請回答 委員 我是一個角色主義者 處理黨政事務跟處理外交 在我個人來看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角色 外交有時候要兼顧多命 包括政治的 新代表 新代表 我為什麼會提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馬英九所訂的時間表 是 這是他訂的時間表 你今天要去執行他的任務 尤其你講得非常清楚 你說為什麼馬英九要派任鄰居 擔任這麼重要的角色 最主要是因為能夠跟美方 沒有雜音的溝通 精準傳達馬英九總統的政策理念 是 所以今天馬英九總統的政策理念 是TIFA要在年底不談 你起碼也說 我明年1月我有信心 我明年2月有信心 你總是要訂個時間表 你怎麼可能連時間表都沒訂出來 只有說有正面的進展 希望近期內有正面的進展 不是希望 我相信 你相信 那時間表呢 時間表呢 這個我到美國針對這個問題 跟美國相關行政部門 有很深入的交換意見 而且我對於近期內 我相信我也很有信心 好 時間表呢 沒有時間表一樣就是空談嘛 委員 委員做外交 外交有時候 那馬英九他主長兩岸外交國防 他為什麼在當時候 在處理美牛事件的時候 他敢這麼斬釘截鐵的說 美牛解決後台美投資貿易協議 就可以恢復協議 他自己主長 我也相信 我有百分之的把握 會重啟鐵法的談判 重啟鐵法 從過去 在阿扁時代本來就一直有在做會談的動作 是2009年你們把它停掉了 所以現在你們要公談 現在所有的狀況 我們希望你能夠掌握 因為所有的話都是您所講的 你要能夠精確去傳達馬英九總統的政策裡面 那馬英九已經把時間表訂出來了 你怎麼能夠再把這個時間表再拉下來呢 您是說馬總統有特別說明是在7月底嗎 是不是這個 這個很清楚 他在7月16號的時候 是 美牛解決後 當時候美牛要再刪讀 要再闖關 當時候他就斬金截鐵的說 美牛解決後 Tifa就可以恢復協商 在7月25號美牛通過了 他說在7月27號依照進度 最快年底前就能和美國重啟Tifa的談判 展開經貿協商 我想總統剛才依據您所提的 他講的是最快年底前 那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已經跟美國行政部 我也希望給你時間嘛 那我們沒有想到說今天 沒有任何的時間表 好 再來 委員 您只讓我回答 要不要再進一步補充 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 這個我們要再請教一下 我們的經代表 經代表你所謂沒有雜音 是 我相信依照我們現在 台灣的震驚狀態 這是最新的指標民調 如果美國任何一位 我們的國會議員 參議員 眾議員不管或是智庫 問你這樣的問題說 哇 你們台灣 馬英九的民調怎麼會這麼低 這是最新的喔 這是最新 我還沒有拿到13%喔 我還沒有把13%拿出來的喔 這是最新台灣指標民調 馬英九的滿意度17.5% 施研響也就是我們的財經部長 現在經濟非常的重要 好 當美國問你們說 你們的財經部長怎麼會滿意度這麼低 施研響才滿意度9% 英啟民才6% 張盛河才7.9% 那請問 金代表 您要怎麼回答 是 可以 我可以回答嗎 請回答 好 第一個 我想先問一下這個 委員您那個民調是哪個單位做的 特別是 台灣指標民調最新昨天公布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您告訴我 這個問題其實我在 美國國會議員互動的時候 金代表補充一點喔 是 T台的民調更低啦 13% 馬英九的民調更低 13% 那是過去的時候 我記得是比較舊的資料 那最新的資料我要再去了解一下 您剛剛跟我講是昨天最新的 那我很感謝您告訴我 那我在跟美國 不管是行政部門國會議員 都有談到這個問題 我很這個坦白 誠懇的跟您講 我說因為 馬總統在 最近在國內的民調 比較低迷 但是我跟他講 我個人的看法 您也許不見得同意 我說他已經 Hit the rock button Stop bouncing back 已經是 開始這個逐漸好轉 因為國內的整個狀況 在過去經濟 這個狀況比較困難的時候 再加上推動了一些政策 譬如這個 油電的這個漲價 以及這個要徵收 Capital Gain 這些 使得他的民調 一支是屬於比較低迷的狀況 政策的推動 並不是那麼的 新代表 因為我的時間有欠 您請我講 但是美國的朋友都告訴我說 這是全世界我們碰到 都有類似問題 我們美國也是 他反而過來安慰我 說你只要 新代表 你這個說法剛好跟馬英九一樣 這不是我講的 把它推給國籍的情勢 美國的朋友給我的答案 美國朋友給你的答案 是的 那為什麼今天在四小龍當中 台灣是敬佩莫作 而且人家的指數是在調整 我們是在下降 當別人這樣在安慰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能自我感覺良好啊 我了解 別人是在安慰你啊 你怎麼能夠把這些話當成話聽啊 沒有 我只想告訴你 你問我怎麼回答 我是回答的 明年一開始 我們面臨正瑣碎 面臨我們的健保費 普通保費的調漲 還有馬英九說的 未來 電價一定還會再調 這個不得不調 這個都是他所說的 未來一定還會面臨一迫的一個困窮 我想請問金代表 當外所有外國媒體或外國友人 用這些話在問你的時候 你反而是用這樣自我感覺良好在安慰自己嗎 委員我沒有在自我感覺良好 我是在回答說外國 我跟外國人溝通的時候 我是用什麼方式跟他說明 他是怎麼樣給我一個答案 我是據事實給您做報告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今天台灣的政經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馬英九沒有辦法有任何的策略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看說 當馬英九把最重要的他的友人 外派到美國之後 在台灣黨政的部分怎麼處理 這是大家最擔憂的 是國民黨最擔憂的 而且我要再問一下 今天金代表一直強調說 台美關係不僅要零意外 還要零時差 還要零五差 但是意外就跑出來了 美國華府在明年二月 有一個盛事是國家祈禱早餐會 是 對不對 是 然後現在傳出說 是因為蓮聖文禮讓 是因為蓮聖文禮讓之後呢 所以 多了這個位置 然後 到時候害怕說 跟其他人有所衝突 乾脆其他人都不要參加了 就只要一個 駐美代表金輔通參加 我還有時間可以解釋嗎 金輔通參加 我可以解釋嗎 所以我是認為說 你應該要感謝蓮聖文 是不是我可以解釋一下 您說 是我剛剛已經說明 這個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消息 我在回國的機場上 跟媒體也公開說明 在美國也公開說明 我們外交部有非常嚴正的聲明 好 因為今年是這個早餐祈禱會 第一次Change Policy 開始要求邀請的人 這個所有的這個邀請的對象 都必須跟宗教有關 而駐美代表呢 是歷任從每一次 不管是民進黨時代 在國民黨時代 所有的駐美代表 通通都是慣例邀請 我是在11月21號 我附贈以前 就已經收到了勤儉 沒有啊 如果依照我們金代表 如果依照金代表過去 只要不符你的意 你就是提告 那你應該如果 如果媒體報的不對 你就要提告啊 你就要提告啊 我從來沒有對媒體提告過 我認為說這個事實如果是對的 你應該跟蓮聖文道謝 您剛剛說的又一點跟事實不符的意思 而且今天所有的規模是最小的 是最小的 所以金代表 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陳委員 如果說今天是30年來最好的 馬英九不用派你 不用派到金代表要赴美 如果真的是30年來最好 所以真的在整個報告 為什麼打不及格 因為自我感覺良好 好 謝謝委員 指教